欢迎大家来到苏维尔数字化实验课堂 本期主讲的实验是 比较不同物质的吸热情况 为大家说课的是苏维尔赵梦学老师 夏天去海边玩耍时 赤脚走在沙滩上 我们会觉得沙子叫烫 跳进海水中时 却觉得海水较凉 同样都是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为什么海水和沙子的温度不一样呢 让我们一起用苏维尔数字化实验器材 来探究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从三个部分为大家呈现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的搭建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第三部分 实验注意事项 在开始实验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次实验的目的 本次实验的目的是 通过给等质量的水和煤油加热 观察水和煤油温度的变化 来探究不同物质的吸热情况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的搭建 本次实验用到的实验器材有 计算机 再将试管架放置在远红外加热器中 第二步 将温度传感器支撑柱部件 分别固定在两个温度传感器固定环 分别固定在两个温度探头上 注意 固定时 应先固定温度传感器支撑柱部件 再固定温度传感器固定环 第三步 将两个温度探头 分别将两个温度探头 接入智能数字实验盘中 数字编号从小到大的温度传感器模块 第六步 将数据线的地形端口 接入智能数字实验盘 另一端USB接口 接入计算机中 即完成实验环境的搭建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一 软件使用设置 打开苏维尔初中科学实验系统 V1.0软件 进入实验主界面 点击左上角 人教板 苏教板按钮 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教材版本 本次实验 以苏教板为例 点击右上角 有线连接 无线连接按钮 可选择有线 或无线连接方式 本次实验采用有线连接 实验目录索影 分为年级和专题两个模块 本次实验选择年级 在八年级下册中 点击比较不同物质的吸热情况 进入实验主界面 右上角 从左至右起 第四个 是采集器连接状态按钮 当图标为彩色时 表示采集器连接成功 当图标为灰色时 表示采集器未连接 点击实验界面 右上角 从左至右起 第三个 帮助按钮 即可进入实验导学界面 它可以帮助学员 快速了解实验目的 及实验结论 点击实验导学界面 右上角 关闭按钮 即可返回到实验主界面 在左下角 采集数据间隔栏中 可选择合适的采集数据间隔 本次实验 推荐选择2秒 即完成软件使用设置 二 数据采集 在数据采集部分 我们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 打开远红外加热器开关 对试管进行加热 点击实验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开始采集数据 第二步 当采集时长达到180秒 出现对应数值时 点击实验界面上的停止按钮 停止采集 即完成实验数据的采集 三 数据分析 数据采集完成后 在标一界面的表格中输入水和煤油的质量为10g 点击实验顶 点击实验界面底部的横向选区按钮 选中所有数据曲线 再点击取值按钮 软件自动计算表格中的初温、末温等数据 同时在坐标图中显示水和煤油的温度差 通过分析实验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实验结论 不同物质的吸热性能是不同的 煤油的吸热性能比水强 注意 如果需要保存实验数据 可点击右上角 从左至右起 第二个 保存按钮 选择需要存放的路径 点击保存 以图片的形式保存 第三部分 实验注意事项 之前我们一起使用了数字化实验器材 来探究不同物质的吸热情况 在操作过程中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实验前 应保持水和煤油的质量相同 二、将远红外加热器 接入电源前 应保持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三、不可将液体 直接倒入加热炉中 应使用容器装入液体 再放入炉中加热 四、远红外加热器工作时 会发烫 不可直接将手伸进炉内 以免烫伤 五、实验结束后 应及时切断电源 本次实验过程到此结束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本次课程所讲授的内容 第一部分 实验器材及实验环境的搭建 主要介绍了探究不同物质吸热情况实验 用到的实验器材及器材的搭建方法 第二部分 实验步骤操作 主要介绍了软件使用设置 数据采集过程 及实验结果分析 第三部分 提炼了本次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希望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数字化实验系统的实用方法 为大家在以后的教学中提供帮助 试一试 通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知道了 煤油的吸热性能比水强 那么不同质量的水 吸热性能是否也一样呢 快用上速实验中的表二专有模板 来探究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